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去參加你們第一屆的頒獎典禮 我記得好像請馬中東去頒獎 那個時候你講法治我就為什麼提第一屆 法治當時我記得是一個南非的 阿比薩斯 名字我忘了阿比薩斯 他好像當初吃過很多苦頭 他吃過甚至被白人政府謀殺 所以他眼睛瞎了一根 然後手斷掉白人 但是他在南非這種種族歧視的年代 是等於站出來據理力爭的 所以被當年的當權的白人政府 非常的虐待 我只記得這個經歷 但是我就是印象很深 對 你說眼睛也瞎了 眼睛 一隻眼睛瞎了 然後手斷 對 只有一隻手 但是差點死掉 汽車炸彈 對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在推動真相調查 所以委員會其實應該要跟他們協 對 他們是真正做到 透過憲法 極弱是這個黑人 他們甚至整個村莊都被滅村 真的 對 但是他們也知道 如果要嚴嚴相報的話 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他認為要透過 劃制 來做這個 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真相委員會成立 是非常成功的 OK 只要把大家承認真相調查出來 那 這個 只要你承認做了這些事情 對 白人還是開著車 就還是回家 那 黑人 不用怕被報復 沒有 沒有報復 所以他們沒有發生戰爭 但是後來當然黑人 他人數多 他漲錢 他就透過教育 透過慢慢生活的改善 去改變 然後白人也因為他 可以安全的停留在那邊 所以能夠確保他們的經濟 對 能夠還是持續的發展 對 所以他們這段歷史 都在他們的博物館 等等在這個裡面 那 這個就是 所謂全世界非常認同的 一個所謂的真相的調查 那 那個你剛剛講的 因為我名字又現在 阿比薩 他算是蠻有貢獻的 他很有貢獻 他很有貢獻 所以第一屆唐獎的法治獎 就頒給他 對 等於說當之無愧 是 對 所以我們的網友 聽到南非阿比薩斯奧 這一位法治獎的得主 當年在白人政府壓迫 黑人的種族歧視制度下 他替他的不同膚色的同胞 爭取了這些法治的權益 就知道說他為什麼得獎 我想這本書只介紹了第三屆 但是各位我相信去Google一下 可以看到唐獎從第一屆到第四屆 都已經公佈了 對不對 可以看看這些得獎人的事蹟 我覺得會給大家很多的啟發 我覺得會給大家很多的啟發 我覺得會給大家很多的啟發